先停下來一下 然後回覆一下 看他有什麼問題 之前聽到一個蠻有趣的書吧 他不是在講馬公 但是他在講應共的歷史 他是說應共的創辦人 跟中共的創辦人 是同一個人 是同一個人 對 就是應共的前身 應該是 印尼共產黨 對 然後馬林其實是荷蘭人 然後他是共產國際的一個 裡面的一份子 所以你說他也是中共的創辦人 對 是一個大陸朋友跟我講的 中國朋友跟我講的 但是我沒有去求證過 這個我也是不太清楚 對 因為主要他們是 共產國際他是這樣的 他們的操作方式是 他會派一個人 他是指導員 到當地 比如說你要成立共產黨 那他會有一個人 跟你一起創立 創建這個展 對 因為他們是國際主義 所以他們並不認為說 是只有本地人 本地人參與這個創辦 那他總是會派一個人 像這個 也許是像真是 也許是 涉入很深的 有些地方他們就涉入很深 像在那個 像義大利 就是這樣 他們都派了整個 整個領導團去 可以請你再補充一點 剛才也說了那個 馬來亞之所以在 戰爭結束之後 沒有發生那個獨立 所以不會像緬甸 對 像緬甸跟印尼 發生那個獨立戰爭 那個我後面還會講 後面還會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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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還要扣連後面 所以你可能要先講這個 折議二戰的部分 剛才講完那樣子 對對對 其實 為什麼二戰很重要 就是二戰 對馬共來講很重要 應該這樣講 如果沒有日本人 戰盟 馬共大概 就是不像我剛講的 就是一個影響力 相當之低的一個政黨 這樣 不算是很有影響力 因為當時候在馬來亞 華人社團裡面 最有影響的政黨 應該是 就是國民黨,兩個原因,一個原因就是國民黨是中國的執政黨, 第二個是有很多馬來亞人是有參與國民黨的成立的, 但是共產黨裡面還沒有什麼馬來亞人參與, 如果你去看回國民黨的歷史裡面, 他有很多創黨的人是在槟城跟新加坡的,他們根本就是住在那裡, 而且一輩子也沒有回中國,所以當時候要說馬共對華人有影響力是不切實際的, 在1930年代他們就是個政團,他們主要有影響力的群體就是對一些記者, 然後就對一些那些老師,不是教師,就業校教師這些有影響, 那這些人他們本身是因為受了武士影響,武士是一個左傾的運動, 所以他們思潮裡面就帶左派的音質,就是這樣,開始就是這樣, 一直到了日本開始佔領馬來亞以後就不一樣了, 因為當日本佔領馬來亞以後,英國人很快投降了,第一個, 第二個,英國人很快就撤退了,但是以英國本身,他當時候以他自己的實力, 他打不回來,所以他很難,第一個是因為在緬甸發生,日本人馬上就去打緬甸, 所以其實英國人他主要的戰場是在緬甸,因為如果緬甸被日本佔領了,下一個就是印度了, 所以對於台灣來講,印度是英國在全世界最大的實力,是不能被威脅到的, 所以他們主要在哪裡,他沒有威力回來打馬來亞,所以他就把這一塊讓給了馬共來打, 而且馬共,比起中共來講,因為中共每天常說自己有在打日本,確實也是有, 但是他是屬於很小的勢力,他不像馬共,馬共在馬來亞打那個抗日戰爭是, 他是以他,以馬共為主力的,其他的英國人還有一些國民黨員,他們是輔助得利的, 主要主力就是馬共,就是打游擊戰主力就是馬共,然後在這個時候有幾個原因, 形成馬共可以崛起,第一個,就是英國政府投降了以後,在馬來亞這個地方形成了一定的政治的政空, 需要有其他政治使命來填補,剛好馬共這個時候領導了這個游擊戰, 所以就變成由他來填補這個政治的政空,第二個,很多偏國民黨的一些親中的僑侶, 在日本戰裡初期被大量的殺害,然後這個也是一個原因, 有些當然就投降了,不投降就被殺掉,當時就是這樣, 所以呢,這也形成在華社本身,也形成了某種的政治爭口, 那這個剛好呢,也由馬共去填補,所以他的政治影響力才會在二戰以後迅速的膨脹, 不然你會覺得不能理解,在三零年代的時候,基本上整個僑界是國民黨的司令, 怎麼突然間會變成馬共的影響力這麼大,就是有這個原因, 因為很多被殺掉了,你知道嗎,那些僑侶, 比如說被殺害,被殺害有誰,林某勝, 對,不只啦,好幾個人,大部分其實是投降很多, 因為你知道他們是做生意的, 那僑侶大部分也是做生意的,那, 所以,其實對他們來講,就是什麼政治忠誠度, 只要能繼續做生意就行了,所以很多人, 可是要攪碰納金啊,那個是很大的, 對,這個就是很大的一種壓迫,對像人來講,就是很大的壓迫, 靈魂禁就是主導要去處理問題,對,沒錯, 但是就被殺了嘛,對我來說,你這麼明顯是嗎, 他你反抗,他就把你幹掉,這樣, 這就是日本的做法,所以當時候, 行程這些人都不敢講話,那你不敢講話, 你就不再一次領導嘛,那當時候主要領導那個要反抗, 其實就變成是馬共,當然他是在暗地裡的, 他因為他打的日文山, 再來就是他有一個很重要的組織,在這個時候出現, 就是民運這個組織,為了要抗日打游擊戰, 因為你在森林裡面是沒有物資的, 所以你必須要有人幫你買菜,就是讓你約了東西吃, 那為了這個目的,馬共就在城市裡面成立了一個民運組織, 叫做民運,那這個組織其實它有點像細胞組織, 有很多人,並不是因為他相信共產黨,才變成民運裡面的成員, 有很多人是不爽日本人,是想抗日, 像陳平,他就是這樣,加進馬共, 他也是因為一開始他也是為了想抗日,他先認識了民運裡面的人, 再由民運的人介紹,變成馬共, 像陳平,因為他很年輕嘛,那時候他當,陳平當馬共總書記的時候是23歲, 他那時候是1946年底,1947年初, 所以你想想看他1941年的時候他還幾歲, 十幾歲嘛,國中生日那時候,對不對, 那他一開始是當交通員,陳平他一開始, 所謂交通員就是聯絡人,就是負責聯絡這一邊的那個入局罪, 你跟下一個入局罪,你要怎麼打,負責聯絡那個人叫交通員, 那民運要怎樣進入馬共? 沒有,要透過人家介紹,其實馬共他們是有點像單線, 有點單線的作業,首先你要, 因為他們一直有一個課題就是他很害怕有所謂間諜深入, 雖然說其實他們的領導就是間諜, 但是他們還是會一直很害怕間諜深入,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是透過人跟人交往, 比如說我認識你,我跟你是好朋友, 他不是一開始就可以當民運的, 民運裡面的成員,他可能我跟你交往一陣子, 聊天,然後常常在一起, 然後之後我才會覺得說, 啊,你也有抗日的想法,才會問你是嗎? 你要不要,也來做這個, 有點類似這樣,就是用那種黑社會來操作, 就單線領導,很單線的, 所以他們才會發生像萊特變成馬共總書記這種問題, 就是因為沒有人知道其實他不是真正的共產黨, 這件事, 因為很多是單線領導, 然後有很多領導人, 或者說是跟你聯絡那個人被抓的, 就好像我們今天看那些香港電影裡面那種, 那種臥底,那種警察的臥底, 他的頂頭上司被幹掉了以後, 他就變成不是警察被害死, 是同樣道理啊, 因為沒有人知道, 嗯,是屬於馬共的, 或者你怎麼進馬共的, 他都會變成一個問題, 那民運在二戰時期跟二戰後的功能是一樣的對不對? 對,他功能不是一樣的, 但是他的組織型他有什麼差別? 就是說,那個狀態有什麼差別嗎? 就是要看不同的時期, 它是不同的, 那你如果說是在打仗的時候, 他主要是負責, 他主要是負責就是物資, 主要是負責把, 就是說把東西送到郵寄隊裡面給郵寄隊的人吃, 那你除非你通過了民運這關了以後, 那你升級變成交通員, 那就不一樣, 你可能是馬共啦, 交通員要負責傳遞資料, 就比較, 應該說可以掌握一些機密的人, 所以跟一般民運就不一樣, 那一般民運可能只是主要負責籌集, 那等你到了交通員, 你就已經算是馬共的外圍, 算是馬共的黨員或者說外圍了, 那再上來才是馬共的, 在二戰時期的, 二戰時期是這樣子, 到了二戰以後, 民運就變成他們在社會裡面的一些耳目嘛, 對不對, 你懂得怎麼回事, 我是民運, 可是一般民運其實大部分人不知道的, 你是民運的, 因為他們怕, 在日本的時候就是怕政府會抓, 怕日本政府會抓, 那到了英國時代也一樣, 他們也是怕英國政府會抓, 所以也許民運跟民運的人知道說, 你是民運的人, 可是一般外面的人, 你不是他們組織裡面的人, 你是不會知道的, 但是他可以負責, 因為他不是馬共的人, 他可以幫馬共收集一些消息, 然後負責傳播一些馬共要人知道的消息, 他們有這種功能, 他們有這種功能, 民運是有這種功能, 這也是為什麼, 因為有了這個民運這個組織, 所以他擴大了他的社會影響力, 所以他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透過民運的這些細胞去影響智慧, 他本來是沒有這個東西的, 本來馬共是沒有這個東西的, 然後再來一個比較大的影響就是, 因為在馬共的綱領裡面一直都有那個, 要追求從英帝, 就是英國殖民地, 英國殖民地叫做英國帝國的壓榨裡面, 解放的這個綱領, 那這個東西開始在馬來西亞華社傳播, 也就是因為馬共在打那個, 尤其在的時候有在講過, 他們還是繼續講過, 記得那時候有一個十大綱領什麼鬼, 裡面, 他們在戰時候有頒布一個十大綱領, 裡面就是有講到這個, 要解放, 不是只有從日本殖民地解放, 就是要從所有的帝國和主義薄屈的形式裡面解放, 那就當然包含英帝在裡面, 他的綱領是怎樣形成, 就是他當時面對的局勢是怎樣? 他們的綱領, 其實這個東西還蠻有趣, 不像說有趣, 就是共產黨他們操作方式就是這樣, 他們常常開會討論, 討論完了就, 好,我們要出一套類似八大什麼, 或者九大什麼, 或者十大什麼, 反正今天的共產黨, 如果你看中共的文件也差不多了, 也是差不多了, 就是他們時不時就會說, 現在工作, 什麼經濟工作, 主要就是要什麼十點, 什麼叉叉點, 類似的東西, 那他們可能是, 根據他們自己對於形式的判斷, 認為說我們現在推出, 這十點的綱領是有力的, 他就會做這種主張, 通常那麼就這樣, 那當時的舉世他講, 想去意識到說, 英國是子民者, 就是這樣, 那他們本來就, 把英帝一直, 就是在他們宣傳裡面, 在三五年, 比如說, 如果你還記得那個蘇維爾來抗爭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就已經是這樣宣傳了, 對, 只不過, 為了要跟英國合作, 要把這個調子放低, 所以他並不是, 他在那個綱領裡面並沒有強調說, 他反對的是英帝, 他只是說他反對的是日本, 的帝國主義, 還有任何形式, 他沒有法英國民族, 任何形式的帝國主義, 就是為了有合作序, 要不能講人家, 簡單講人家, 有問題嗎? 繼續, 然後另外一方面, 馬來民族主義, 這是另外一個馬來亞, 為什麼在戰後很快走, 邁向主義的原因, 就是馬來民族主義, 在日本的有意, 日本當局有意識, 有意識的政策的推廣下, 去推展所謂的馬來民族主義, 這個東西, 因為他為了要削減, 英國殖民地, 對馬來人的影響, 他就讓馬來人說, 你們本來就是, 先是本台侵略, 不是, 侵略東南亞, 包括什麼菲律賓什麼, 他有一套說詞, 他那套就是所謂殖民主義的講法, 就是我是來解放你的, 我是要從歐洲,歐美, 歐美對你的殖民裡面解放你的, 所以你們只要幫助我, 當我把你們建設好了以後, 我就會讓你獨立, 這就是日本他侵略的一個講法, 但是那當然他是很少會實現的, 因為幾乎沒有一個國家, 在日本統治的時候獨立, 至少東南亞就是這樣,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你看, 他們1941年底, 1941年底打馬來亞, 大概在1942年初, 就佔領了整個馬來亞和新加坡, 結果在6月的時候, 他就宣布解散馬秦輝, 因為其實馬秦輝是一個強烈追求, 要跟印尼一起獨立的一個, 一個馬來民主主義的主席, 然後呢,反而呢, 請他們成立一個祖國保衛隊, 這個祖國保衛隊是用來保護那個, 在很多的馬來亞鄉村裡面成立, 有點像民兵組織那樣的, 用來保護這些鄉村, 不被那個, 游擊隊的指導, 可是呢, 因為馬秦輝的, 馬秦輝的成員他們其實是想要獨立的, 所以這個東西, 反而促成了馬貢跟馬秦輝, 在安地裡面的合作, 那這個東西在, 這個馬秦輝副主席的, 他的穆斯達法夫姓, 他的回憶錄裡面有很清楚的交代, 如果你要看他裡面的詳情, 可以去看他的教會, 有一個人, 叫做蘇丹姦輝那樣的人, 那這個人呢, 他就負責去聯絡馬貢, 跟馬貢與交流, 然後,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會互相互衝生氣, 日本警察要到哪裡來, 請你們避開的, 所以這種做法, 我們再回看一下歷史現場, 這個是, 那個就是剛剛看到那個白石頭, 大概像英國的日軍投降, 抗日軍, 抗日軍其實人數, 這個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人數, 是比後來馬貢打游擊戰, 跟馬來亞政府打游擊戰的解放軍多很多, 解放軍的人數, 所以抗日是, 比較有共識的, 那要打那個獨立戰爭這件事的共識是, 這個是日本的報紙, 對馬來亞, 他是, 就是說他們, 成功的那個, 叫英國人投降,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這個就是馬來亞人的, 這個就是馬來亞人的, 主國保衛權, 他們就是整個像英兵主之類的, 也是有配搶的, 所以拿進, 假路也就是這個主, 對對對, 就是這種, 叫主國保衛隊的, 所以才會給他講, 兩時鐘 之北, 照明 ön身, 另外一 Quir江駅,